镜头在光复乡 从102年规划新建的满台湾风雨计划工程 历经10年的风雨 终于在今天上午正式动工 从中央的原民会主委一将巴洛尔 立委政天才傅昆奇 到地方县政府乡公所等 乃至于部落 10年来努力不懈 现在如愿地动工新建了 而县长许正位是特别表达了12万分的感谢 未来也将会朝培育在地人才 以及提振部落永续经营的目标来推动 宗教祭已结束 原民会主委一将巴洛尔县长许正位 立委政天才 以及光复所会首长代表 以及部落头目建造商欢喜动吐 光复乡马太安部落风雨计划工程 正式动吐起造 现场灌溉云集一起来请贺 第三场祖灵妇要 施工选与终于圆满 赤字1亿7976万元的风雨计划工程 从规划都更以及用地取得到整合部落意见将近十年的时间 也因疫情冲击去年在流标17次之后终于顺利发包 今天亲自主持动吐仪式的县长许正位感谢中央地方以及部落的努力 工作很多我想这就是我们身上兼具的使命 让我们自己的娃娃回到我们自己的狼命 回到我们自己的歌 讲我们自己的话 听到我们自己遥远四百年的鼓调以及演唱 我想这是多么感动的一件事情 正好就是这个地方要知道 二重部落提出 在居中协调排除经费土地等问题的立委政天才 除了攻克部落如愿以偿 更肯定部落以及县政府不放弃团结一心的精神 所以在这边特别特别的要感谢 从中央到县到县到县包括我们的民意机关 包括我们的部落的头目 祝我们的主灵我们的神能继续让我们的工程 后期的工程能够顺利严满成功 马泰安部落风雨计划案十年某一件 身非情人代的原民会主委一将巴洛尔 以阿美族语与中文双语致辞功课表示 风雨计划超越风兵三海巨场案成为 原民会历年来核定补助单一计划最高金额 因此也希望完工后提供部落族人完善的技术广场 以及文创产业场馆 希望我们的风雨计划可以让我们每年一度的 我们马泰安的风延季有更好更舒适的场地之外 我们希望花莲县政府盖好文化大楼之后 能够真正的提供给我们在地的族人 一个文创产业的一个中心 让他们的经济也可以获得推展 那更重要的是透过这样的一个 我们的文化大楼 可以让很多国内外的游客 更进一步来认识我们台湾原住民族的文化 尤其是在地的阿美族文化的整个特色 我们希望透过这个工程的启用之后 可以做得更好 部落等了十年 今年终于开花结果 今天动土后规划456个工作天 若工程顺利的话 组建筑体预计在113年年底完工 届时也将成为花莲中区部落文创产业的 新兴地标 记者时玉兰光复采访报道 2019年底下的西红金顺利的话 组建筑体预计在124年13年